儿媳要三万月子前和每月三千代娃妃才怀孕 婆婆,你爱生不生不惯着 讲述人,六十岁的秦阿姨都说 婆媳关系是千古难题 但也不一定都是婆婆的错吧 我姓秦,今年六十岁 独生儿子结婚三年了 还没有动静 实在忍不住就询问儿媳啥时候备孕 儿媳今年三十三岁了 属于高龄产妇了 可她直言,必须预定三万的月子中心 还要每月补贴亲家三千块钱的工资 因为她若怀孕了 亲家母就要过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所以这钱,必须我这个做婆婆的初 还有生下孩子谁带的问题 如果我带,我必须居住在儿子家 还要承包各种家务活 如果是亲家母带娃 我就要给五千的带娃费用 我问儿媳 我帮忙带娃 谁给我带娃费呢 儿媳说 你是孩子奶奶 这是你的义务 没人给你工资 哪一条法律规定 婆婆有责任和义务必须带孙 不带还要给别人带娃工资 真是荒唐 爱生不生 绝不惯着年轻人这些啃老的毛病 退休后继续打工挣钱 不为养老 只为儿子结婚 我五十岁退休后 一天都没有休息 而是继续打工挣钱 不是为了给自己积攒养老钱 而是为儿子结婚时 手头宽裕些 也许这就是生儿子的累吧 记得刚从产房出来的时候 老伴就跟我说 生个儿子也就高兴一天 剩下的日子都是苦日子 你也就有啥吃啥吧 别挑剔了 当时只当是老伴对生儿子的调侃 谁知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儿子一路读书 研究生毕业后 留在省城 一套房子就是我们一辈子的积蓄 这还不包括彩礼 三金 以及各种琐碎的开销 所以思考了很久 不敢跟其他姐妹那样 退休后四处游玩 各种消费 后来 我仔细观察了一番 我们同事之间 退而不休继续干活的 也就我们几个生儿子的 人家生闺女的 不是躺平 就是潇洒地出去旅居 玩得不亦乐乎 儿子结完婚 我们却返平了 当儿子带着未来儿媳回来后 儿子说了 儿媳说要一套全款婚房 彩礼象征性地给几万就好 我和老伴盘点了一下 我们手里的积蓄 也就够给儿子买房结婚了 等到我们把儿子的婚事 办理好以后 我和老伴 也就一夜回到解放前 手里一点积蓄都没有了 老伴还跟我调侃 知足吧 老太婆 谁家的儿子结完婚 背了一屁股债 好歹我们还是量力而行 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老伴是去年退休 我们两个人的退休工资 加起来有九千多 每月我固定存入八千块钱 用我做保洁的一千八百块钱 加上老伴做保安的两千块钱 当我们的生活费 剩下的就积攒着 就这样 我去年居然也存下了十一万块钱 我觉得就这样下去 等到我们干到七十岁 就能给自己存下一笔不少的养老钱 人老了 都里有钱 心里不慌 也有底气和尊严 年轻人把生孩子当为挣钱手段 按生不生 不惯这样的毛病 虽然我和老伴现在还在退而不休 给自己挣养老钱 可儿子儿媳不生娃 也就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尤其是儿媳 不懂也不明白 她年纪轻轻的 居然有这种思想 觉得她生娃是给我们老的生 把自己怀孕 生娃当成了挣钱的手段 不仅要去月子中心 还要我们给照顾她的亲家母发工资 甚至在未来带娃的时候 亲家母带娃 我们做爷爷奶奶的就要给人家发工资 我算是看明白了 只要是用着亲家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给工钱 我不惯儿媳这个毛病 直接告诉她 爱生不生 又不是给我生 儿子我都指望不上 更何况是孙子了 真不知道如今的儿媳咋 就给惯成这毛病了 眼里只有钱 没有自己的一点 责任和义务 再就是 为啥亲家看外孙 会跟对方家要带娃费呢 那不是你女儿家的孩子吗 我们两个人换着带 谁也累不着 都为孩子们好 何必弄得多跟金钱挂钩呢 既然这样 那就随意好了 生不生都行 谁也不是非要上赶着给他们带娃 养儿防劳只是梦想 多对自己好点 以前指望着能够在晚年享受到养儿防老的福气 如今看来 我们这代独生子女的父母 是注定要自动自发地走进养老院 根本不可能享受到养儿防老的福气 我算是看明白了 人老了 还是要多为自己着想吧 积极锻炼好身体 积攒些养老前 握在自己的手里 跟身边的老伴相处好 将来只能依靠我们自己了 养不熟的就放手 千万不要被子女们拿捏了 做好自己 其他的事情不管 爱谁谁吧 儿媳妇生二胎 五十八岁婆婆拒绝带娃 包了红包却背对 打发叫花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婆婆给儿媳妇带孩子 似乎成为了一个很多家庭观念中 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大多数的想法似乎都这样 不管是儿子还是儿媳妇 再或者是老人都会这么想 不得不说 这种想法 其实也算是一种半默契的状态了 儿子儿牺牲孩子之后 需要有人来帮助照顾 老人往往又会特别地喜欢孩子 隔代亲的说法也因此而来 但是有的时候 当婆婆不给儿媳妇带娃的时候 又该如何呢 作为儿媳妇来说 也应该更好地去理解婆婆 毕竟不是任何人的付出 都是理所应当的 当无法帮助儿子儿媳妇带娃的时候 无论是什么原因 都不应该去指责婆婆 最后导致矛盾的发生 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的 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付出的 互相考虑才可以得到更好的感情 儿媳妇生二胎 五十八岁婆婆拒绝带娃 包了红包 却被儿媳怒怼 打发叫花子 五十八岁的李阿姨 今年五十八岁的李阿姨 退休三年了 她跟老伴都是厂子里的普通员工 这辈子以厂为家 靠厂吃饭 工作稳定 收入也稳定 虽然并没有大富大贵 但是却也过着小康一般的生活 生活的稳定 让李阿姨在退休之前 对自己的晚年生活 也有很多的规划 忙活了一辈子 总是想着晚年也赶赶时髦 去跟着大家跳跳广场舞 报个合唱班 弥补自己的年轻时候 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她也还规划着退休之后 要跟老伴一块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心态乐观的李阿姨 也一直都期待着自己的晚年生活 可是这些终究还是计划 因为真正到晚年的时候 计划似乎总是赶不上变化 这也是李阿姨最难受的地方了 因为在五十五岁退休之后的生活中 各种的麻烦事接踵而来 让她没有多余的时间 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在李阿姨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儿媳妇就已经怀孕了 为了照顾怀孕的儿媳妇 以及帮助他们小两口带娃 在没有退休之前的李阿姨一边工作 一边伺候儿媳妇 小孩子闹腾 李阿姨很多的时候都睡不好觉 但是没有办法 毕竟儿媳妇的身体也虚弱 自己身为婆婆也只能够咬着牙坚持着 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 这才缓解工作带给自己的压力 但是生活的压力却一点都没有缓解 紧接着就又被儿子叫过去帮助带娃了 但是李阿姨也跟儿子儿媳妇说过 帮助他们带两年孩子 到时候孩子就长大了 好管一点了 他们自己带 自己要回去养老 当时夫妻俩也答应了下来 可是刚刚过了两年 回到家里的李阿姨都还没有过舒坦 却又被儿子告知了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 儿媳妇又怀孕了 要生二胎了 这个消息让李阿姨心里各种不适滋味 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开心还是难过 因为二胎出生之后 就意味着她只会比之前更累 要全职地照顾儿媳妇做月子 更要全职地帮助儿子儿媳妇带娃 当时的李阿姨心里蛮不适滋味回了家里 似乎对于以后带娃这件事情 只能够硬着头皮接受了 回到家里的李阿姨 跟老伴也说了这件事情 李阿姨说 我不想过去帮助他们带二胎了 我感觉我这四五年都是在帮助他们带孩子 没有退休之前一边上班 一边带娃 天天奔波在咱们家跟他们家 还得去上班 退休了之后倒是工作压力没了 但是帮助他们带娃的压力还在 不光是照顾孩子 还得跟儿媳妇斗智斗勇的 精疲力尽了 好不容老大年龄大了 我能脱身了 现在又要生二胎 你说咋办呢 我总不能再给带四五年孩子吧 你说咋办呢 老伴也是无奈的直言 当奶奶的 多两个孙子还不好 再说你现在都已经退休了 也没什么事情了 那就去照顾照顾吧 我一个人在家里也不操心 没事 老伴的态度让李阿姨心里的委屈 也加重了 留下一句 你们都金贵 都有事 我就是欠你们的 无奈的李阿姨没有想到拒绝的理由 只要安安稳稳地过着 自己仅剩的一些属于自己的日子 直到李阿姨跟老姐妹们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老姐妹们才给李阿姨支了一招 说是让李阿姨给儿子儿媳妇请个保姆 这样的话既能够帮助他们带娃 也能够省下时间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还能让他们记住自己的恩情 这一招让李阿姨记在了心上 觉得可以这么是一事 可是一打听 她就发现请保姆的钱比她的退休金只多不少 可能还要更多 每个月只有三千退休金的她确实承担不起 光是请个月嫂一个月都得六七千 等出了月子之后 想换个普通的保姆一个月都得四五千块钱 这让李阿姨顿时心量了一大半 本以为能够用钱解决这件事情 结果却因为太贵让自己承担不起了 人就是这样 一件事情要是迟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那么只会越来越烦躁 心里越来越着急 李阿姨思前想后跟老伴说 我想了想 咱们存款拿出三万块钱 给他们请保姆用 我不去照顾了 太累了 我现在都五十八岁了 身体也不行了 再过两年我就六十了 以后想做点自己的事情都没有精力去做了 你们也体谅体谅我 我这一辈子忙工作的 也忙家里的事情 很累了已经 这钱我想来想去都要跟你说清楚 我想不出办法解决了 不照顾怕他们怪我 照顾了我就又得四五年的时间 到时候六十多岁了连下楼都费劲 更别说出门跳舞 旅游了 老伴当即的态度也是想要让李阿姨过去照顾 但是李阿姨却很执着地不去 这才随了李阿姨的怨 但是当这笔钱给到儿媳妇的时候 两个人的争吵却直接爆发了 李阿姨说 我今年也五十八岁了 身体也确实不行了 妈这几年也是把身体忙坏了 有时候走路都走不稳了 现在你要生二胎了 我想着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就跟你爸商量着给你们准备了个红包 到时候你们请个月嫂 请个保姆 我只能偶尔过来打打下手 儿媳妇却赶紧说 妈您这身体还好着呢 您把老大带得多好 要是没您的话 我一个人还真的不行 可是儿媳妇接过红包后 看到里面的钱 大概估摸了个数后又问 妈这是多少钱啊 这钱你们自己拿着养老用 不用给我们 咱们家也不是什么富裕的家庭 您要是真不想来带孩子的话 那就别来了 我到时候自己带 我们俩多累点没事 而媳妇的语气透露着不满 李阿姨赶紧说 你到时候坐月子哪有精气神 这里有三万 肯定能帮你们缓解缓解的 请个保姆肯定照顾得好 而媳妇却接着说 妈现在请个月扫都得七八千了 请个便宜一点的咱也不放心 这钱真的也不够 没事您拿回去吧 就是我说的 不行就我们俩自己带 忙点累点也是应该的 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自己要生的 李阿姨看到儿媳妇不满的样子之后 也是继续说 就不能想想办法 要不让你妈过来 帮助帮助能行吗 儿媳妇说 我爸那身体也离不开人 我妈这两年身体也不行了 不然我早就让他们过来了 您这三万块钱真的不够 大发叫花子呢 家里一个刚刚五六岁的孩子 再加上一个要出生的孩子 哪有那么容易 到处都得花钱 光是家里两个孩子去请保姆的时候 就不容易了 就比普通的要贵了 而媳妇一味地说着自己的难处 李阿姨越听越无奈 虽然他也知道钱可能不够 但是却也不想要继续让自己 待在儿子家里带娃 堵着气说 那你说怎么办 我帮助你们带了三四年孩子了 现在好不容退休下来了 连一天轻松日子都没有过 又得过来帮助你们带娃了 又得好几年 我这身体也不行啊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呀 难道真要等六十多岁 动弹不了再过自己的养老生活吗 我也累啊 儿媳妇却说 但是三万块钱真的不够用 红包最后儿媳妇拿走了 儿子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也是两头难受 而李阿姨满肚子的委屈与无奈 跟老伴说了也没有用 最后只好说 走一步看一步吧 到时候要是真的忙不过来 真的不够用了 我再过去帮忙吧 这辈子欠你们的 写在最后 李阿姨的无奈 也是生活中不少老人的经历了 有太多的老人在晚年退休之后 都需要承担起帮助儿子 儿媳妇带娃的工作 本是安享晚年的时候 却不得不让自己忙碌起来 要是一胎还好 忙碌也就忙那么几年 但要是二胎的家庭的话 忙到六十岁的婆婆大有人在 要是不帮助吧 怕儿子儿媳妇心里多想 以后对自己不好 要是帮助吧 自己晚年最珍贵的时光 都复之一句了 等到自己六十多岁 疾病缠身的时候 那些向往自由的愿望 将会越来越难以实现 所以说家里面对婆婆 帮助带娃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要互相体谅 互相考虑 婆婆帮助带孩子 并不是必须做的事情 有能力 有精力 愿意帮助带孩子的话 儿子儿媳要心怀感恩 但若是没有帮助带的话 儿子儿媳妇也应该理解老人的难处 人这一辈子到了晚年 需要留些时间给他们自己 五二岁女人 结婚三次都没人能满足我的需求 可怜 有人把婚姻比作幸福的天堂 也有人把婚姻比作苦难的地狱 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 那和很多因素有关 比如两人的感情状况如何 经济条件如何等等 很多夫妻虽说不上有多融洽 但是为了家庭责任都在努力经营着婚姻 也有一部分人刻意追求婚姻带来的美好享受 一味地挑剔 最后再婚多次依旧不能满足 五十二岁的杜娟就属于这一类型 她已经结婚三次了 可是她依旧说没有人能够满足她 还说自己很可怜 我们来评判下 杜娟从小生活在城市 父母只有她一个孩子 所以说她从小是在密冠中长大的 这种成长环境 造就了她矫情又娇气的性格 参加工作时 好不容易进了街道办工作 可是她工作时不是认真工作 总是左挑右拣的嫌弃办公环境简陋 觉得同事们都不友好 到了结婚年纪 父母安排她和老朋友的儿子相亲 她却非得和自由恋爱的社会人员李松结婚 这个李松孤身一人 靠打零工生活 说是打零工 其实就是靠小偷小摸过日子 不过李松能言善道 经常哄得杜娟心花怒放 情窦初开的女人以为这就是爱情 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李松的怀抱 生米煮成了熟饭 杜娟父母也只能同意两人结婚了 杜娟满心欢喜地憧憬着美好的婚姻生活 可是现实却给她沉重的一击 李松没有稳定的工作 别说养家了 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 杜娟的工资不够两人消费的 有时还需要父母接济度日 本来杜娟以为结婚后 可以过衣食无忧阔太太的生活 可是婚后却被李松拖累得成了黄脸婆 经济方面达不到杜娟的要求 李松小偷小摸的行为 还让杜娟跟着提心吊胆 这个婚姻让杜娟觉得透不过气 在李松因为偷盗被抓走后 她就坚决地和李松离婚了 有了上一次婚姻的教训 再婚杜娟谨谨慎了很多 她更在意对方的经济实力了 所以在选择结婚对象时 她优先考虑事业有成又多金的男人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 她认识了王家 这个男人比她大十五岁 自己有外貌公司 每年收入大概二百万元 这在那个年代 确实属于富甲一方的人士了 看着多金的王家 杜娟开始憧憬幸福的再婚生活了 可是事实上再婚的杜娟过得 又是一地鸡毛 王家业务繁忙 每天陪在杜娟身边的时间有限 可是杜娟却是一个很黏人的女人 她觉得老公就要多陪伴呵护老婆 但是她一个星期也看不到王家几次 杜娟需要老公陪着自己 可是王家做不到 只能给她不菲的钱财供她消费 可是杜娟再婚得到充足的钱了 但是却像手空房一样寂寞 除了没人陪伴 她还要提防王家有外心 虽说王家那时也四十多岁了 但是她保养得好 看起来年轻帅气又多金 她的身边不伐女孩子 杜娟很担心王家遇到年轻漂亮的女人 两人结婚五年后 杜娟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王家和秘书日久生成同居了 杜娟成了多余的人 杜娟倒也是个干脆的人 直到王家被判婚姻后 她不哭不闹直接提出了离婚 通过离婚她分到了一百万财产 从此各不相关 杜娟的第三任老公黄磊比她小五岁 两人是在相亲网站认识的 别人都说这种方式不靠谱 可是杜娟却觉得黄磊高大威猛 这次选黄磊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在一意孤行中 杜娟三婚了 两人确实也甜蜜地生活了一段时间 可是时间久了 杜娟对这段婚姻也开始失望了 因为她总是拿黄磊和前两任老公做对比 李松虽然穷 但是人精明又能言善道 起码梦哄得杜娟心花怒放 而王家虽然背叛了婚姻 但是她起码给杜娟能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是黄磊就是一个公司的员工 经常跳槽收入不稳定不说 人还很木讷 徒有帅气的外表 两人经常地为钱争吵 黄磊烦了就是一言不发地抽烟 杜娟觉得实在忍受不了她的窝囊了 两人就又离婚了 如今三次离婚的杜娟 还奔跑在爱情之路上 她想找的男人是帅气多金又体贴 能包容她的缺点又顾佳的类型的男人 这种男人有 但是太少了 怎么就能让如此杜娟遇到呢 杜娟的想法代表着很多女性的心声 女人都希望遇到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 可是这么完美的男人 哪有那么多 要是都和杜娟一样 遇到不满意的人就离婚 那多不负责任呀 其实没有完美的人 所以也就没有完美的婚姻 看似甜蜜的婚姻 那也是双方彼此用心经营的结果 所以杜娟不要总是把问题 归结到对方的身上 自己这个岁数了 也应该能够感悟到婚姻的真谛了 那就是互相包容彼此扶持 而不是等靠对方付出 故事 48岁男人倾诉 在婚后对女人只有这三点要求 为啥最终还是分手了 人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的 总会遇到些坎坷的 尤其是不善于经营婚姻的人 最初的梦想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然而走着走着就散失了初心 等到初婚失败后 想要再婚时 男人才发现在也找不到跟前妻那样 无条件接受自己的女人 男人想再次把前妻追回 却发现失去的将永远失去 没有谁还会在原地等你回头 有的只是跟你讲条件 要金钱物质的再婚对象了 48岁的李新宇离婚五年了 如今儿子读高中 不愿意住校 李新宇想再婚 找个女人帮她分担家庭里的各种杂事 她前后见过好几个单身带娃的女性 没有一个人愿意她提出了的三个要求 最终 李新宇放弃了再婚的想法 只能自己面对现实生活 倾诉人 48岁的李新宇我今年48岁了 独生儿子今年16岁 正在读高中 我跟前妻已经离婚五年了 最初离婚的时候 是因为前妻总是不停地叙到我 还跟我父母产生激烈的争吵 让我这个做儿子的不知所措 在我们最激烈争吵的那次 前妻提出离婚 母亲在旁边说 离就离 我们家儿子这么优秀 还怕找不到媳妇吗 离了你 我们再找个大姑娘回来再生个大孙子 本是我跟前妻的争吵 最后变成了 我母亲跟前妻之间的各种诉说不满 前妻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拉着行李箱走了 我本是不愿意离婚的 我自己清楚自己到底是咋样的 可经不住母亲的诉苦 说我前妻这不好 那不好 一点不会做人家的媳妇 我家的住房留给我了 儿子也归我抚养 前妻把家里的所有存款都带走了 还不再给我儿子抚养费了 说房子的价值比他带走的存款要多 就算是给儿子的抚养费了 前妻因为伤心过度 离婚没有多久就辞职南下了 如今听说在南方过得很不错 还在南方给自己买了套小公寓 可我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离婚后 儿子跟着父母一起居住读书 我啥也不管 每天上班 下班 日子过得最生梦死 离开前妻的日子 也就爽快了几个月 自从我查出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后 我的酒不敢再喝了 烟也戒了 还差点安了支架 母亲和身边的好心人 一直都在帮我张罗找对象的事情 可女方每次都以我带着儿子为借口 不愿意跟我见面 只有几个没有固定工作的女人 愿意跟我在一起 但也提出要我房子上家名 我觉得没有了前妻的唠叨 和跟母亲的吵架 我自己是清静了许多了 但内心也失落了许多 别人回家 有媳妇问问 我回家就是一屋子的冷漠和孤寂 连夏天 蚊子的飞翔 我都能够听到 可见我内心是多么的寂寞 有时候 我自己也会后悔 为啥要听母亲的话 为啥不能硬气点 对自己的媳妇好些 可我总觉得 女人在家里 还是要给男人一些面子的 不能跟婆家人争吵 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然而 如今的我是孝顺父母 顺应母亲的心愿了 我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了 自从儿子读高中后 不愿意住校 我就又萌生了再婚的心愿 我这次想着 不找有固定工作的 找个没工作的 这样她就可以全身心地在家 照顾我儿子 伺候我母亲了 介绍人倒是实在 前后给我介绍了好几个 其中我最为满意的是刘姐 她比我大三岁 是位丧偶退休的单身女人 刘姐家的儿子已经结婚 她自己如今单独居住在 我儿子学校附近的小区里 如果我跟她能够相亲成功 那我该是多么幸福的人 刘姐退休了 不用上班每月到日子 有固定的退休金 还可以陪伴我儿子高中三年 也有体力和精力将来伺候我母亲 我的梦想很美 可当我跟刘姐说出我的三个要求时 刘姐没有说话 起身就走了 我当时跟刘姐是这样说的 我也是离婚多年的男人 虽然我现在住着的是三居室的大房子 但这房子将来一定是我儿子的 不论谁跟我再婚 都不可能在房子上加名 刘姐只是笑笑说自己有住房的 也没有想过领证再婚 只想搭伙过日子 我又跟刘姐说自己的第二个要求 如果刘姐能够跟我相亲成功 我希望刘姐能够全身心地陪伴我儿子 读完三年高中 能够居住在她的房子里 就不用再住校了 刘姐只是笑 没有接话查 我接着跟刘姐说出我的第三个要求 那就是不论她跟我搭伙也好 还是领证再婚也好 将来都要孝顺我父母 在我父母需要的时候 照顾伺候他们到百年 谁知道 我第三个要求刚说完 刘姐就起身 看了我一眼 啥也没说就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羞辱 一个比我大三岁的退休老太太 咋还这般牛气呢 后来 听介绍人说 刘姐是因为我提出的三个条件生气了 在刘姐的认知里 她觉得我不是在找再婚对象 而是给自己的儿子找陪读的人 给自己的父母找晚年的保姆 刘姐跟介绍人还说 自己只是老了 也不是傻了 这样的要求 这样的条件 她找我就是自找麻烦和负担 可我认为 我找个退休的老太太 也是为了自己方便 而不是真的因为感情 若想找个产生感情的女人 谁不想找个年轻漂亮的呀 后来 介绍人又给我找了几个没有固定工作的单身女人 可我发现 真不是我想的那般简单 虽然我还没有五十岁 可在他们的眼里 我已经是老头了 只有利用价值 没有使用价值了 他们提出的要求可比我更为现实 最终 我觉得 还是我一个人单独生活的好 否则 我也许会早早的 就没了的 如今再婚的女人 不再把对男人的好看成是夫妻间的爱了 而是彼此间 是否能够相互有价值 才值得他们去付出 再也找不到 跟前妻那样的女人了 前妻虽然管我很严 对我父母也不是很上心 但总归心里是有这个家的 可如今再婚找的女人 眼里心里 只有自己的利益得失 没有付出牺牲的精神 对待老人 只一个要求 不能住在一起 还时不时拿出法律依据说 如今的儿媳 没有孝顺公婆一说了 所以我们男人不能要求媳妇 要对自己父母好 写在最后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 得到时有恃无恐 失去时才知追悔莫及 每个人在出婚的时候 都是带着期盼和梦想走进婚姻的 期待身边的人能够对自己好 能够理解自己 希望在艰苦的人生里 有个坚实的臂膀可以依靠 然而 婚姻里的夫妻 在岁月的打磨里 在光阴的洗礼下 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初心 忘记了曾经的誓言 内心的失望攒够了 女人会选择放手 男人会自信自己可以再找个更好的 理想很美满 现实却是残酷的 牵了手的手 请用心握好 别让女人寒心 也别让男人失望 唯有彼此真诚心心相印 才能够在人生长河里相互温暖 在婚时 如果只用自己的诉求去要求对方 那么你得到必然是一次次的失败 没有谁愿意为不相干的人付出 在婚后 你们的共同体是啥 孩子不是 家不是你们一砖一瓦建设成的 事业不是一起努力打拼的 有的不过是彼此间的激情火花而已 但他也只是一闪而过罢了 没有感情基础的再婚 没有经济对等的再婚 即使走到了一起 最终还是一拍两散的结局 不论男女 在婚时要求对方的同时 也要静下心来 认真思考 一下自己能够给予对方什么 故事 五十岁没有退休金 找老伴和找工作哪个靠谱 三个女人说了实话 五十岁的女人 没有退休金 又是单身 很多人为了以后的养老问题 会选择再找个老伴 让自己的后半生有个安稳的依靠 也有的女人认为 在婚之后干着保姆的工作 不拿保姆的工资 还不如自己找份工作 为自己未来的养老挣些钱更好 那么 五十岁没有退休金的女人 找老伴和找工作 哪个更为靠谱的呢 我们听听下面这三个女人说的实话 请五十七岁的周女士 我今年五十七岁了 老伴十多年前在工地干活意外走了 留下一儿一女 我自己一个人打着零工 把他们养大成家 现在他们都在县城里工作 家也安在了县城 帮他们把孩子带大 我就开始考虑 自己以后的养老问题 身边也有人给我介绍过老伴 我跟一个比我大十岁的男人 搭伙过了三年 后来实在忍受不了 他和儿女的各种嫌弃和歧视 我主动放弃了 一开始男人就跟我说 咱们都这个岁数了 不领证 你就负责照顾我的日常生活 给孩子们做做饭 收拾一下卫生 每年给我一万块钱 过年有红包 这样过了两年 第三年 男人觉得每年多给我一万 自己吃亏了 就跟我说 都一起过日子 我管你吃喝和居住 那一万块钱就不给了 后来 在社区遇见 做住家保姆的姐姐说 她一年 可以挣好几万块钱 我心里觉得 我跟着男人一样 做着保姆工作 还没有保姆待遇 我就跟男人提出自己的条件 男人不同意 我就离开了她家 我现在给一个七十多岁的 瘫痪老太太 做住家保姆 一年有四万块的保姆费 住家每年过年那几天 还会把工资翻倍 还有红包拿 我觉得我做保姆 比找老伴搭伙过日子强多了 两五十四岁的安女士 我今年五十四岁了 我和现在的老伴领证三年了 她比我大十五岁 是个企业退休人员 每月有四千多的退休金 婚前的时候 我们都写好了协议 她的房子 我可以住到百年后 她每月会给我一千五百 作为零花钱 其他的生活费 她出 我生病什么的 她也管 不能推给我的儿女们 其他的就跟我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过得还算比较不错 她对我也很上心 平时的家务 她也帮忙做些 不像有的男人 什么家务都不做 偶尔也会带我去旅游 我最为开心的是 她的儿子儿媳 对我也还可以 没有那种看不起人的架势 她对我的一对儿女 也还不错 逢年过节的时候 也会给小孩子压岁钱 我觉得我找到了 后半辈子的靠山 有地方住 不愁吃喝 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三 五十六岁赵女士 我今年五十六岁了 我现在给一位老人 做住家保姆 老人八十多岁了 就一个人 生活还能够自理 她就是觉得 一个人寂寞孤独 想找个保姆全天地陪伴她 听她唠叨家长 我刚散偶的时候 也有人给我介绍老伴 还是城里的 介绍人说 你在找个城里的老伴 也就过去给家里做做家务 打扫卫生 也没有什么重活 人家管你吃喝 还给你零花钱 这样你老了 也会有个依靠的 当时我也心动了 见了几个 他们提出的条件 就是不领证 写份协议 管吃住 给一点零花钱 算是大伙过日子 生老病死都不管 我觉得 这不是找老伴再婚 这是找便宜的 好使唤的保姆 就没有同意 在同村一个姐姐的介绍下 我给现在这个老人做保姆 我现在做保姆 一年也有四万多的工资 我每年都存下来 老人的儿女 也会给我买些衣服什么的 我一年几乎花不到什么钱 我感觉这样 比找老伴再婚 要舒服得多 等我老了做不了 我就回乡下 自己过日子养老去 或者去养老院 不给我的儿女添麻烦 五十岁没有退休金的女人 是找老伴 还是找工作靠谱 星号星号星号 根据自己的需求 和要求来定 如果遇到真心真诚 又合意的老伴 不是不可以再婚 彼此真诚地相待 而女们支持 都没有各自的私心 那么再婚 是不错的选择 星号星号星号 如果遇不到合适自己的 找份工作 为自己未来养老 挣下一笔钱 也是很好的选择 找不到真心相待的人 与其到她家做免费保姆 多年后再被赶出家门 那还是自食其力的更好 星号星号星号 不论是选择再婚找老伴 还是选择找工作 给自己挣钱养老 都要好好的善待自己 做好自己的人生规划 不要没有目的地 听别人如何说 要有自己的思维和主见 结语 女人五十岁后 已经经历很多人生的波折 看淡看开了很多的事情 对待婚姻家庭 也有自己的看法和追求 找老伴再婚 有找老伴再婚的好处 找工作自己挣钱 也有不足之处 最终的决定权在于 女人自己 无论怎么做都没有错 只要能够让自己开心 幸福就是好的生活 不欲不昏饱平安 自由又潇洒 五十八岁单身女性 理想美好 现实残酷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当你前半生过得舒服的时候 就要承受后半生的各种困难 对于这句话 五十八岁的杨女士 特别地感同身受 杨女士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她潇潇洒洒地活了大半生 如今到了生命的后半程 才发现 人到晚年 一个人的日子 真的很难过 她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 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人这一辈子 要么有伴侣 要么有孩子 千万别什么都没有 否则 受苦的 只能是自己 杨女士 我今年五十八岁 曾经是一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 五十岁之前 我的日子 过得极其潇洒 我有高薪的工作 有受人尊敬的职业 我的前半生 是单位里的精英 是众人羡慕的对象 虽然我的事业很成功 可是父母却总是为了我的婚姻大事 揪着一颗心 他们经常劝我 让我赶紧找一个好男人结婚 若是错过了年轻的好时光 连孩子也生不了 父母苦口婆心地告诉我 一个人的日子 确实很潇洒 不结婚的女人 确实没有家务式的繁琐 也没有夫妻不合的苦恼 可是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不结婚 不生孩子 到了晚年 他的生活就会过得很苦 甚至会陷入绝境 父母的忠告 我向来抱着左耳朵进 右耳朵出的态度 我认为父母的思想观念太陈旧 他们总是以老眼光去看待问题 认为女人若是没有男人和孩子 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我是个性独立的女性 对于社会上的一些现象 非常看不惯 我见多了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害怕自己婚后 在男人的压制下生活 在我身边 有很多优秀的女性 她们在结婚以后 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 不得不辞掉工作 将自己的才能埋没 即使是没有辞掉工作的女性 她们也没办法 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孩子生病 老公家暴 很多的因素 都会对她们职业的发展 有着致命的影响 我害怕自己也像那些女性那样 成为被家庭和男人束缚的一份子 所以 我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 只谈恋爱 永远都不结婚 在我的前半生 曾经谈过三次恋爱 每一次恋爱 我都是全身心地投入 爱得死去活来 可是 只要男人向我求婚 我就会迅速和他分手 绝对不给他回旋的余地 我之所以会这样做 是因为 我从小就在父母的打闹声中长大 我永远都记得 父亲的拳头 朝着母亲挥舞的场景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父母的感情 随着时光的老去 也变得好了起来 可那些可怕的记忆 却时时提醒着我 让我远离婚姻 我的收入很高 从来不曾为了钱而发愁过 退休以前 我只要有时间 就会去旅游 我给自己买最贵的衣服 吃最高端的食物 在我的相册当中 全都是我旅行时 开心的倩影 我给自己买了三室两厅的大房子 房子坐落在市中心 有着大大的观景平台 是这座城市里 最贵的小区之一 我为自己取得的成就 而感到欣喜不已 我从来都不认为 自己不婚是一个错误 相反 我认为一个人清静地过日子 远比两个人互相打扰要好 退休以后 我有了大把的时间 可以带着父母四处旅行 那段日子 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带着父母去了南方 又去了北方 国内玩够了 又去国外游玩 虽然父母总是遗憾地说 如果我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有一个后代 那该有多好 可是 这小小的遗憾 并不能掩盖我的快乐 我认为 只要我有钱 就没有摆不平的困难 我的后半生 一定会很幸福 可是 命运终归没有后代我 两年以前 父母相继得了癌症 病情来势汹汹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我永远地失去了双亲 父母健在的时候 我从未感觉到孤单 自从父母永远地离开我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 是那样的孤苦伶仃 我是父母的独生女儿 为数不多的几个远房亲戚 也和我不在一个城市 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才发现 我的身后空无一人 有一次 我忽然发起了高烧 呼吸急促 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更别提去医院看病了 我给一个好姐妹打电话 让她过来帮帮我 带着我去看病 好姐妹很快赶到 将我送到了医院 医院里 人潮汹涌 到处都要排队 好姐妹陪着我 足足在医院里待了三个多小时 陪我打了吊瓶 开了药 才将我送回家 在这三个小时里 好姐妹接到无数个电话 那些电话 全都是家人催她回家的电话 我不敢耽误她的时间 于是就让她赶紧回家 姐妹走了 看着除了自己 空无一人的家 我的心里感觉空落落的 这时候 我才意识到 原来一个人的日子 也有着很多的弊端 如果我有老公 虽然平日里 也会有争吵 但至少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她会站在我的身后 为我排忧解难 就像我的父母 年轻时 吵吵闹闹地 过了大半生 到了晚年 却好的 像是一个人 后来 我又得了乳腺癌 医生说 我的乳腺癌 是早早期 只要做了切除手术 就不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我不怕死 反正我一个人活着 也挺难的 可是 在我没有死之前 我还得好好地活着 我交了手术费 住进了医院 医生通知我 做手术之前 需要家属签署 手术同意书 我告诉医生 我没有家属 这个世界上 我的亲人 只有我自己 当时 医生同情的目光 我这辈子都记得 做了手术 我在医院里 请了一个护工 护工见我是一个女的 还没有一个亲人 对我的态度 就非常的敷衍 每当我有需要的时候 她总是推三组四的 根本没把我当回事 和我住在 同间病房里的病人们 他们都有家属照顾着 喝着家属送来的营养汤 又说又笑的 只有我 床头空无一人 不仅没有营养汤喝 由于护工的不作为 我还经常饿肚子 出院以后 我回到家里 看着装修的 富丽堂皇的家 第一次感觉到 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幸福 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发现 这个世界上 最珍贵的东西 并不是金钱 而是亲情 人到晚年 有了亲情的滋养 他的养老生活 才会过得有尊严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就越来越感到恐惧 我担心自己 到了动不了的时候 谁来照顾我 虽然我有很多的钱 可是 当我老了 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 没有亲人的我 我的钱 很可能会被别人 用心的人惦记 给自己带来灾祸 为了避免 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在朋友的介绍下 相亲了一个丧偶的男人 我和他仅仅见了几次面 就领取了结婚证 到了我这个年龄 由不得 我对男人挑挑拣拣 男人只要没大毛病 两个人在一起做个伴 也就行了 今年我都58岁了 这样的年龄 在婚恋市场 早就没有了竞争力 我的二婚老伴姓李 比我小三岁 老李有一个儿子 儿子结婚的时候 由于没有钱买婚房 所以 结婚后 一直和老李住在一起 四口人 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 特别的拥挤 老李和我相亲的时候 向我明确表示 如果我俩组成了新的家庭 他就要住进我的房子里 这样他就不用和儿子 一家人挤在一起 就连上个洗手间 也要排队 我告诉老李 只要他对我好 和我相亲相爱地度过后半生 我的财产 全都留给他的儿子 我的要求不高 只要妓子在我百年之后 将我妥善安葬就行 正因为我有了这个承诺 所以 老李父子一直都对我很好 虽然我付出了巨大的金钱代价 但是 对于没有子女的我来说 我留着钱 又有什么用呢 但凡我有一儿伴女 就不可能将自己庞大的家业 白白地给了妓子 可是 我目前的处境 由不得自己 我只希望 用我的钱 换来晚年的安稳 也就满足了 在此 我奉劝那些不婚主义者 趁着年轻 一定要结婚生子 虽然钱可以买来很多东西 但有一样 却永远买不来 那就是亲情 年轻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亲情的照顾 因为我们有强健的身体 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可是 当一个人老了 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如果没有亲情的保护 这样的老年人 他的晚年生活 简直不堪想象 五零岁男人的醒悟 优秀的男人 离不开女人的这两种品质 两个人走到一起 靠的是莫名的缘分 而缘分的基础 还是因为彼此之间 第一面低清心和欣赏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始于颜值 敬于才华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忠于人品 夫妻间生活一时容易 但是生活一世 却并不容易 有彼此性格的摩擦 也有柴米油 盐酱醋茶的琐碎 更有针尖对脉盲的 互不相让 睿智的男女 会在这五味杂陈的生活中 找到平衡点 去过好美一天 但有的却走着走着 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婚姻是一门没有教材 甚至没有规矩 可循的学科 它的长久 依赖于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也更依赖于女人的包容和善良 看婚姻的分分合合 无非就是彼此的心不在对方身上 缺少了当初的激情和吸引 所以吸引力在 心就在 爱情就在 家就在 女人对于家庭关系来说 其实比男人更为重要 女人拥有的倾听 鞭策两个品质 无疑到何时 都会让男人感到温暖 刘柯已经五十岁了 她和美兰的婚姻 已经过了将近三十年 两人虽然当初是 相亲走到一起的 但是也就是那一眼 让刘柯找到了家的感觉 那个年代没有高额的彩礼 也没有宽敞的楼房 两个人各买了件新衣服 买了几包瓜紫糖 和亲人们开了个茶话会 一个新的家庭就诞生了 那时 两人的工资都很少 孩子的出生 让生活过得更加窘迫 刘柯过了几年 按部就班的生活 他内心感到越来越不踏实 看着身边一件事 做到退休的老工人 他在想 我难道也要复制这种一条路 走到黑的生活吗 他的不安分 他的责任让他萌生出了一个念头 辞职下海 当父母亲人得到这个消息时 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觉得他简直就是烧坏了脑筋 放着铁饭碗不端 飞得去瞎折腾 甚至很多人还期待看到他不久的将来落魄的样子 刘柯也很是苦恼 一方面创业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别人的不理解 甚至嘲笑 他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而只有他美兰 一个并不善言谈的女人 却始终倾听着他内心的声音 美兰只说了两句话 我觉得你能行 其他的交给我 也就是这两句话 让刘柯放下了所有的包袱 他还是辞职了 走上了一条看似不可思议的道路 开始创业万般难 刘柯凭着自己木工的手艺 走入了家具这个行业 开始资金缺口大 美兰把母亲留给的手势全部变卖了 生活上也是处处节省 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好在刘柯很有商业头脑 凭借着过硬的质量 公道的价格 短短几年时间就站稳了脚跟 这几年 刘柯一门心思地投入到了事业中 美兰就全力地打理好家庭事物 从不让刘柯分心 所以有着美兰背后的默默支持 刘柯的事业越做越大 从单一的家具制造销售 到后来的空间设计装修 逐步将事业做到了顶峰 事业大了 刘柯也愈发地忙碌 回家的次数少了 但身上却多了一些有钱人的世俗 她开始出入交际场合 越来越沉醉于这种酒色生活中 美兰虽然看出了她的变化 可是却并没有采取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策略 她知道对于一个人的拥有 不是身体上的 而是感情上的 即便她能留住她的人 如果心不在了 留下一具空壳 还有什么意义 那天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 美兰把刘柯叫回了家 期间刘柯的电话不断 可是美兰直接把她的手机关机了 美兰郑重其事地和她谈了一次话 告诉她创业难 但是守夜更难 一个成功的人 不单单是事业成功 人品的好坏更重要 如今她已经偏离了轨道 如果只看到如今的一丁点成绩 就开始飘飘然 那不久的将来将会摔得很惨 当然对于两人的情感 美兰也做了剖析 回想当初两人挤在一间桶子楼里 没有厨房 没有厕所 更没有暖气 但美兰依旧憧憬着两人美好的未来 因为美兰相信她 信她是有责任 有原则 有担当 可是如今她却步入了世俗的队伍 变得越来越陌生 越来越有距离感 她不会祈求刘柯的爱 也不会强行挽留刘柯的心 只想她能够醒悟 不能因为一时的放纵而失去方向 将多年的打拼毁为一旦 听着美兰句句发自肺腑的忠告 刘柯如梦出行 是啊 她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吃饭了 她以为她事业做好了 她就是那个成功的人了 可是这成功的里面也有美兰的功劳和汗水 如今在看美兰 头发有些白了 腰有些弯了 皱纹也有些多了 可是她依旧还是那么睿智和淡然 这些年自己打拼事业 家里几乎就没有顾及过 孩子不知觉地已经长大成人 老人身体也一天天老去 是这个弱女子 一直默默地支撑这个家 支撑着她的根据地 想到这里 刘柯流下了眼泪 这眼泪夹杂着对美兰的愧疚 也夹杂着自己内心的愧疚 她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 前半生再拼事业 后半生她要拼生活 她要把多年欠美兰的陪伴全部补上 这个女人也许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 但是在她低落时地鼓励支持倾听 成功时地鞭策教育 只正让她愈发感激